使用的訂單 好 這部分呢 我們要來談一下 有關相織樹 木材這個特色 設計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先從有關於金這個部位 它的重量構造 金的話呢 一般在觀察上 一個很常用的角度 就是橫切 以雙子葉植乳來說 草的植乳或者是木本植乳 它當初精在年輕的時候 或者它在用嫩的事情 我們一掀開之後就會很明顯看到 它有一個很明顯的層次性 第一個 最外表面基本上是由表皮細胞所形成的防護層 緊接著在這個下面 是一群活命細胞所組成的 我們稱之為叫做皮層 如果是草本植乳的話 一般在表皮屍下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是綠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草本植乳的基因 其實它是有可能會是綠色的色澤 所以綠色並不是葉子專屬的權力 它的表面是表皮細胞 這地方是透光 底下仍然是綠色的 可以是形光所作用的這個部位 緊接著切開之後就會看到有一個很明顯環狀排列這個部分 這個其實它就是所謂的維管術 這個是植入的重要的疏寶構造 而這個維管術當中 我們在顯微鏡底下可以看得到的是 它在有一個隱約的界線當中 靠外面這個地方 細胞幣比較薄 然後細胞幣比較小一點 這個我們稱之為叫做任底部 那靠裡面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稱之為叫做木 木植部 那位於兩者之間 如果是雙子葉植部的話 通常會有一個比較清楚的 這個叫做維管術 形成成的構造 這個構造呢 是允許這個雞呢 如果它現在呢 要額外增加木植部的細胞 或者是增加像外面的這些薄皮細胞 比如說鼻層 或者是尾管術所包圍的 中間這個地方的薄皮細胞 我們稱之為叫水的時候 好 當雙子葉植部 它在整個精的生產過程 它要執行要增加 需要提供額外的細胞來源的時候 就由尾管術形成成來負責 所以它是一個重要的提供生產部位的細胞來源 好 那如果一般的雙子葉草本的話呢 它會一直維持這樣的一個層次性 可是木本十五它在大概第二年第三年開始呢 逐漸的枝條基開始轉向成熟之後 整個排列的方式呢 會發生一個很明顯的這個變化 就是原本一個一個的尾管術呢 那個界線開始變得比較模糊 它會轉向變成是像這樣子的一個安排方式 就是看到很多的同心圓 那這些同心圓當中呢 其中我們還是可以追到一些蛛絲馬跡 比如說呢 當初的尾管術呢 好像是點 然後以環狀的形式排列 那後來呢 尾管術之間呢 它就開始連結 相連的尾管術之間呢 開始 細胞會靠攏在一起 OK 所以那個尾管術形成層外面的韌皮部呢 現在呢就自成一圈 而尾管術形成層 當然本來就是一個很明顯的這個界線 好 那往內的部分呢 應該是木石部 木石部在不同尾管術之間 一開始是分開的 可是在木本金呢 走向老華城時候這個過程當中 它的木石部之間也連起來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同心血的溫度 而且這些同心血的溫度 因為伴隨的時候 尾管術形成層會每年不斷的 產生更多的細胞 然後每年在堆積的過程當中呢 如果說今天 尾管術形成層分裂出去 給木石部的這些細胞 在一年當中 比如說春夏期間呢 那個細胞生長的速度比較快 生長的比較好 細胞比較大 到了秋冬時期的這個木石部呢 可能它的細胞的發育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這個分布上呢 就會有大的細胞 變成小的細胞 那前一年可能也是一樣 大的細胞到小的細胞 所以逐漸的這樣子 幾年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原來木石部 會形成很多的同心血的溫度 而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所俗稱的年輪 所以為什麼年輪呢 可以用來記錄樹的這個年齡 就是這個關係 當然事實上 那整個年輪所在的區域 或微管樹 形成成以內的這整個區域呢 其實整個都是木石部 那這些木石部呢 一般來說的話 通常會有一些比較堅硬的質感 所以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木石部 叫做木材 所以雙子裂木本石部 在老化的時候 基本上呢 足夠的可能就會建立木材這個部分 OK好 那往外這個部分呢 接下來問題來了 好 當初的皮層呢 OK 這個地方是皮層 它位在任皮部以外 這邊倒是沒有什麼特別 明顯的這個變化 只是說 隨著經長出這個過程 它的比例上會降低 是比例上降低 好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 因為木本石後來呢 有可能會生長太快 當初這個薄薄的表皮層 基本上它的保護功能 可能就不是那麼完善 所以木本石部通常 它在走向成熟老化的過程當中 它會先產生一個保護層 這個保護層呢 基本上它稱之為叫做木酸層 OK 那木酸層呢 基本上它是由死細胞所形成的 那相對表皮 表皮基本上呢 它是由薄細胞所構成的 通常我們在植物表面呢 如果看到這個細胞表面呢 裡面有光澤 那個其實屬於薄細胞的一個參考特質 那比較暗淡沒有光澤 甚至於呢 會有一些紋路 裂胎粗糙 基本上那個其實是死細胞的特質 那為什麼用死細胞來去取代呢 主要原因是這些死細胞它可以堆積 所以堆了層次很厚 在它沒有脫落之前 其實它都可以提供它的保護功能 好 所以後來木酸層它會去取代別的表皮 變成是新的這個保護層 好 所以如果從成熟的木本性來看的話 由外線內現在就會變成是木酸層 好 那皮層 然後接下來 來 任皮部 尾管束形成層 然後呢 木植部 OK 這是這樣的層次 好 那木酸層這個地方呢 它可能還會包含一個很重要的細胞來源 叫做木酸形成層 好 這是後來額外產生的一個形成層 專門負責提供木酸層的細胞來源 好 如果你在一些比較黏性的植乳上 常常會發現就是說 你把這個成熟的這個絲條呢 把它表面給剝下來之後 通常在某一個地方 它可以剝得非常的乾淨 OK 剝下來這個地方就是樹皮 可是 整個木本植乳 它都已經成熟好 老化了 好 為什麼還有一個地方 尤其是靠外面這個地方 它這麼的脆弱 那我們可以比較容易的把它剝下來 OK 原來呢 每次你在剝的時候呢 圍環樹形成層 這個層次的細胞呢 因為它比較薄弱一點 好 所以很容易會在這個地方裂開 好 所以裂開之後呢 OK 我們發現原來 我們每次剝下來的 這個所謂的樹的皮 會包括哪一些 這個樹的皮呢 就會包括第一個 木酸層最外層 木酸層最外層 第二個 會包括 木酸形成層 不過木酸形成層 因為只有1、2層的細胞很薄 不是很明顯 哪怕在顯微線底下 在觀察上也比較濕一點 那接下來 往內呢 就會包括了皮層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韌皮部 這些部位呢 基本上 通通都落在 微管樹形成層以外的部位 所以所謂的樹層 它其實不是單一層次 所謂的樹層呢 它至少包括了4個基本層次 木酸形成層 木酸層 木酸形成層 皮層 以及肉皮部 那微管樹形成層 因為已經被撕裂開了 已經這個殘破不全了 所以我們就不把它列為這個 整個層次當中 一個基本的 好 所以這4個層次 就構成了所謂的樹層 那在樹層當中呢 最外面 一般我們所看到 是一個粗糙的表面 所以它是 因為它是細胞所構成的 而是靠除這個之外呢 它裡面 其實是靠中的 是活細胞 所以樹層不完全是死的 所以如果你從樹層的外觀去看說 那這個樹層已經能生死的 那這個看法就有點不對了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們以相思樹來說的話 這是一個相思樹比較老的這個層次幹 那從這個老的層次幹當中 我們再去看它的橫斜面裡面 就會很明顯看得到 整個最外面呢 這個地方 就會有一個 看起來 它的組織的排列會比較 裡面是面外面是中彩的 這個基本上就是它的樹層 如果你像這麼好的這個枝條的話 你稍微用一些比較強硬的這個方法 實際上還是可以把它的樹層剝下來 那緊接著裡面的這個地方 開始外面顯 裡面深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它的木質布 只是說像這樣的一個木材呢 它在多年之後 通常比較中間這個地方的木質布 它逐漸的喪失水分 逐漸的喪失它運輸水分的功能 水分的含量降低之後呢 它會凸顯出它原來這個細胞的組成當中的特殊組成 所以顏色就可能會比較深 好 所以當這個年底更進一步老化之後呢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整個木材當中呢 看成這個地方 細節不看這裡 假設整個外面呢是樹皮 那樹皮以內呢 全部都是木材的 那這個木材當中呢 再分 靠外側這個地方 顏色比較顯 所以我們就把它稱之為 叫做邊材 那裡面顏色比較深的 我們就把它稱之為叫心材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呢 邊材顏色比較淡的原因是因為 它保有的水分會比較多 所以顏色會比較顯 好 心材的部分呢 因為它已經早已多年顯著喪失的功能 所以它的含水量在降低 所以顏色相對會比較深 那這個深色的代表是跟當初的細胞的組成有關係 那一般大家來說的話呢 這個心材這個地方 將來在木材的利用上面來說會比較好 好 那這個是橫切的方向 所以一般成熟的木材呢 我們就可以明顯看到這三個層次 這是樹皮 木材呢 這是椅內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呢 靠外側這個一定區域的 如果年能夠明顯 我就可以數得出來 它在幾年之內 所有材質的木質部呢 都它有運輸功能 那接下來 心材這個部分 如果這個數 100年 200年 500年 以下的年齡的話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心材在整個金的橫切上面 它所在的比例 基本上是會逐點增加的 好 那這個就是整個木材的溫度力 那接下來 剛才講的這個保護構造的部分 當初 它在年輕的時候 用這個實習呢 用了表皮 那後來呢 用了木酸層 所以木酸層有什麼特色 剛才講的 它基本上是以死細胞 所形成的保護層 而且可以多個層次 好 所以這些死細胞呢 最外面的那層一定是最早出現的 那如果它不剝落的話呢 基本上它就可以提供保護功能 可是畢竟因為它是死細胞 所以當整個精在生產的過程當中 這些死細胞堆出來的這個保護層 它靠外面這個地方 可能會因為它撐大的幅度比較大 所以就會開始產生一些溫度 所以比如說像是樹 我們現在看到的有一些 重裂的裂紋 那這些裂紋有什麼樣的功能呢 如果我們從這塊木頭來看的話 這些重裂的裂紋呢 有些它可以 讓比較裡面一點點的活細胞 可以有透氣的功能 所以這個地方 木酸層上面呢 它會出現透氣性的構造 我們就把它叫做皮筒 所以這個皮筒裡面呢 像這個是風箱 比如說我們剛剛俗稱的風術 這邊呢也有一些重裂的裂紋 那如果你去看榕樹的話 榕樹的這個裂紋呢 會是鹽狀的 那如果是看那個櫻花 櫻花上面樹皮上面會有橫條紋短的 那個是櫻花、梨花、梅花的共同的這個特質 那這個是皮筒 所以皮筒系統上也是一個透氣性構造 如果是表皮細胞呢 表皮細胞如果出現透氣性的構造 那這個大家都很熟悉了 表皮細胞的透氣性構造就是所謂的細胞 那應該表皮是活細胞 所以細胞也是由活細胞所構成的 那木酸層上面出現的皮筒 它是由死細胞所構成的 所以你現在所看到的這些透氣性的部位 它就是固定在這個地方 它沒有辦法像細胞一樣 控制那個開關的狀態 但是這個地方呢 它可以拿捏 如果你這個過度透氣的話 將來這裡可能會是容易造成感染的部位 所以它會拿捏 它有增加透氣性 但是不是原來並選從這個地方容易入侵 那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相思樹的部分 那鳳梨的部分的話呢 當然它沒有所謂的就是那個木石化 所以鳳梨基本上還是以草本為主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在 從它的葉子的這個部分 或者是菊的這個重線上面 來去觀察它的文理 那一般草本石樹的話 我們比較會去看這個部分 它的漏照 那只是說因為它是單子葉樹 所以如果是單子葉植入的話呢 一般來說 我們就比較看不出來 就是它的微管樹 好像順著某一個圈圈 這樣的環狀排列 單子葉植入一般來說的話呢 它經的橫切 微管樹呢 不會全部落在同一個同心圓上面 而會呈現著交錯排列 所以我就把這種排列的特質 如果把供底的基因從底下這地方切斷的話 我們形容這樣的微管樹排列方式 就是所謂的散勝排列 如果是像雙子葉的話呢 這個就稱為環狀排列 所以從這個地方我們還是可以從這個微管樹的排列方式 來去做為鑑定單子葉跟雙子葉的這個差別 好 那這個段落我覺得到這邊 那裡面眼前呢 這個地方會有這個木材的另外一種橫切方式 就是這個方向叫橫切 這個方向叫橫切 這個方向叫橫切 重斜如果通過那個圓形叫近斜 如果通過側邊叫做懸斜 所以這樣的話 變得容易可能看得出來 它的木材的堆積和層次性 好